这个男孩是个曾经的蜜蜂罐 手里掌握着百万蜜蜂大军 直接他一伤令下 曾经上万只小弟全 这把女人给吓了一跳 吓了一秒 男人把金属抬到了头顶 那个女人却躺在了地上 也动不动 而且 法医还发现 死者体内有接近500毫升的放毒 要知道 一只蜜蜂才能释放出0.1克的放毒 这等于女人被5万只蜜蜂同时遮了一下 他们调查公交车里的录像 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 于是 他们找到附近的养蜂人 调查一下情况 因为发现几百里内 只有他一人拥有这么多蜜蜂 请不吓他 如果我们坑 撮起来 而是假装没看见 来到门外偷偷的往里面查看 我慈懊 果然是一只蜜蜂怪 他再一回头 居然还有一只 现在平成区回复难过 就会获得官方给的一个祝福语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快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大壮判定 这两只蜜蜂怪一定有问题 于是故意把他们放回去 然后偷偷的跟踪两人 蜜蜂怪正在向女人汇报着什么 这是 一只小蜜蜂突然飞来 没等两人 眼瞅着蜜蜂越来越多 钢化玻璃都要撑不住了 就在这时 这个空气随便一吸 就嗅到了女人的气味 顺着气味 两人来到了一栋废机的别墅 这里到处都是蜜蜂和蜜蜂的尸体 他们继续往楼上走去 居然发现了一间可 资者体内的风堵 果然就是出自这里 并且大壮也发现了新的线索 这两只蜜蜂罐 都是废机工厂里的工人 就在这时 手下告诉大壮 城市又发生了一起快散除 那场官司的执行律师 想到当初这场官司 一共三个律师 大壮急忙拨打电话 联姻手下去找到最后 想优惑风后上钩 结果没想到风后十分聪明 医生令下 中角发现女巫和蜜蜂怪已经打在了一起 当场击毙了风后 呼吸